那么从刚才Docker Comet的学习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镜像的定制实际上就是定制 每一层所添加的page和文件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每一层的修改 安装构建操作的命令 都写入一个脚本 用这个脚本来进行构建定制镜像 那么之前所提及的无法重复的问题 镜像构建透明性的问题 体积的问题都会解决 那么这个脚本就是Docker Fair 来我们来看一下PPT 什么是Docker Fair 这个Docker Fair是一个文本文件 其内都含了一条条的指令 每一条指令构建了一层 因此每一条指令的内容 就是描述该层应当如何进行构建 我们还以之前定制NGX的镜像为例 这次我们使用Docker Fair来进行定制 我们首先进入到我们的SSH管理工具里面来 创建一个目录 通过MacDR这个命令后边加上我们要创建的这个目录的名称 比方说MyNGX 进入到这个MyNGX里面去 踏出一个File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Docker Fair是固定的 你不能命名为其他文件的名称 必须叫Docker Fair 好我们踏出完之后来编辑一下这个Docker Fair 我们通过VI命令来编辑它 这里边呢我们只需要写两行内容 在这个VI里边我们通过输入I指令 也就是我们键盘上的这个I U和O中间的这个I 踏入 看完I之后下面有一个I出现 好这里边呢我们来写字 打什么字呢 from大写的啊 ndx也就是说我们fromndx这个原始镜像 基层镜像 在这里边呢运行一条命令 from eco我们刚刚所写的那个是吧 he标签 这里边呢 比方说我们呢叫hello work 把这个标签给它闭合 把它写入到哪呢 usr下边的share ndx html目录下边的indx.html 这个Docker Fair啊很简单 一共就这么两行 我们呢按一下esc键 按完esc键之后呢 按住你键盘上的shift 加上这个冒号 nese shift加冒号 在这里边呢输入wq 注意啊一定是在英文状态下 输入ese 输入冒号 可以看到这里有冒号了是吧 输入wq 保存退出了 这里啊一共涉及到了两条命令 一个呢是from 另一个呢是run 好我们呢接下来来讲解一下 from和run分别啊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里啊是创建Docker Fair 是吧 这呢是from和run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from和run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from啊就是指定基础镜像 所谓定制镜像啊就是以一个镜像为基础 在其上啊进行定制 就像我们之前运行了一个NGX镜像的容器 在进行修改一样 这个基础镜像啊必须是指定的 而这个from呢就是指定这个基础镜像 因此这个DockerFile 这个from呢是必备的指令 你不能少并且啊必须是第一条指令 那么在我们这个DockerHub上啊 有非常多的这个高质量的官方镜像 有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服务类的镜像 比方说这个NGX Redis Mongo MyCircle HTTPD PHP Tomcat等等 那么也有一些方便开发构建运行各种语言应用的镜像 比方说Node OpenJDK Python Ruby Golang等等 我们呢可以在其中寻找一个最符合我们最终目标的这个镜像啊 为基础进行这个新的镜像的进行定制 我们刚刚所执行的命令from后边加了什么呀 是NGX 是吧 那么我们选择的这个基础镜像就是NGX 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找到对应服务的镜像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最基础的Python啊或者Ruby啊或者Golang这些镜像 那么这个官方镜像中啊还提供了一些更为基础的操作系统镜像 比方说我们刚才的这个NGX镜像 如果说你没有找到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Hub里边呢搜到更为基础的操作系统的镜像 比方说Ubuntu DBM或者是CentOS 那么这些操作系统软件库为我们提供更加广阔的扩展空间 再来看这个RUN命令 那么这个RUN指令啊是用来执行命令行命令 由于命令行的这个强大能力啊 RUN指令在定制镜像时呢是最常用的一个指令之一 那么它格式呢有两种 其中一种啊是Shell格式 是这种格式的 就像直接在命令行中输入的命令是一样的 那么刚才我们所写的这个Dogfire中这个RUN指令呢就是这种格式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是EXEC格式 那么这种啊更像是函数中跳用的这种格式 那么既然RUN就像shell脚本一样可以执行命令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像shell脚本一样 把每个命令对应一个RUN呢 比方说我们下面这张截图一样 那么之前我们说过 Fair中啊每一个指令都会创立一个层 那么这个RUN呢也不例外 每一个RUN的行为啊就和刚才我们手工建立竞选的过程是一样的 新建立一层在其上执行这些命令执行结束之后啊 Comet这一层的修改构成一个新的镜像 那么像上面这种写法 我们呢其实呢是创建了七层的镜像 那么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而且呢很多运行时不需要的东西都被装到这个镜像里面去了 比方说编译环境更新这个软件包等等 结果呢就是产生非常臃肿 层非常多的这么镜像 不仅仅呢增加了构建部署的时间 而且呢很容易出错 这个呀也是很多初学Dogger人最常犯的一个错误 那么镜像呢是有最大层数的 是有限制的 它呀最大层数是不能超过127层 那么上面这个DoggerFair正确的写法呢 应该是像下面这样 这个就是正确的写法 首先呢 之前所有的命令啊 大家看它呀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编译安装Redis可执行文件 因此啊没有必要创建那么多层 这只是一层的事 因此啊这里没有使用很多的run 对应不同的命令 而是呢仅仅使用了一个run指令 并且呢使用这种按的服务 这种按的服务 将各个所需的命令啊串联起来 将之前的七层简化为了一层 那么在撰写DoggerFair的时候啊 要经常提醒自己 这个呀不是在写shel脚本 而是呢在定义每一层应该如何构建 这里啊为了格式化还进行了换行 比方说我们看到后边这个写杠是吧 是进行了换行 这里呢我们其实啊还可以加上警号来进行注释 那么良好的格式 比方说换行 缩进注释等等 会让我们的维护和排账啊更加的容易 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此外啊大家看这里呢还看到了一组命令呢 是为了添加这个清理工作的命令 删除了为了编译构建所需的软件 清理了所有下载展开的文件 而且呢还清理了APP的缓存文件 这个呀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么我们之前也说了镜像啊是多层存储的 每一层啊东西啊并不会在下一层被删除 而且呢会一直跟随着这个镜像 因此啊这个镜像构建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确保每一层只添加真正需要添加的东西 任何无关的东西啊都应该被清理掉 那么这个啊也是很多初学Darker的人制作出臃肿镜像的原因之一 就是啊忘了每一层构建之后啊 最后一定要清理掉无关的文件 我们呢再回到之前定制NGX镜像的DarkerFile当中去 打开我们的SSH管理工具是吧 一定要确保你在这个买NGX 也就是你创建好的那个DarkerFile的目录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个DarkerFile里边的内容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构建一个新的镜像 我们呢输入DarkerBuild 后边呢加上杠机指定它的标签 比如说NGXV3 插一下空格后边还有一个点 那么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后边就有一个点了 代表了当前执行DarkerFile的目录 你别把这个点吃了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敲完这个点之后呢敲一下回撤 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创建了一个新的镜像 那么从命令的输出结构当中啊 DarkerImage里边就可以看到这个NGXV3了 那么镜像创建完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镜像呢上传到这个DarkerHub当中去 那么首先啊我们需要先登录这个DarkerHub 登录这个DarkerHub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打不开这个DarkerHub这个页面呢 你是需要科学上网的 登录之后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我们个人的仓库 那么这个仓库啊就是用来放置镜像的 我们呢点击这里有一个创建仓库来点击它 点击它之后呢这里需要我们输入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就叫NGXV3 以及呢它一些描述 比方说我们就是测试来测试用的是吧 点击Create来进行一个创建 那么创建完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仓库啊就已经创建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将使用DarkerHub Push命令将我们新创建的这个镜像啊 给它上传到这个仓库里面来 那么在Push之前啊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这个DarkerHub账号啊是登录的 我们呢可以输入DarkerHub来查看一下 你必须啊保证你这个DarkerHub账号呢是登录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呢就要进行一个操作 我们操作呢我们输入DarkerHub来改变一下 它的标签也就是NGXV3给它改成谁呢 改成我们当前这个仓库的名称 后边加上它的标签比方说也叫V3 那呢我们就这个标签给它改了 改完之后我们输入DarkerPush Push谁呢就Push我们这个H2 那么如果说你不知道到底Push什么 你可以输入DarkerImage 打看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啊要Push的 好我们呢通过DarkerPush 加上我们这一串啊 镜像名称 加上它的标签 稍回这儿 这样呢就可以把我们新创建的这个镜像呢 上传到这个仓库里面去了 这里啊我们稍等一小会儿 那么执行到这里 就说明啊我们的镜像呢已经上传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打开我们这个仓库来刷新一下 刷新完之后点击这个Tax 就可以看到我们上传的镜像啊就在这儿 那么怎么样来进行下载呢 大概可以点回这个info 这里啊有一个DarkerPull 也就是我们把它拉下来的这个命令 那么大家啊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呢 把这个镜像啊下载下来 然后呢重新的创建一个容器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更改的啊就已经生效了 那么在我们本课程当中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镜像呢 我们呢需要一个带有Pathic环境 和Market Proxy 它包工具环境的一个Lineers镜像 对吧 那么这个镜像呢我已经给大家创建好 并且上传好了 大家啊直接到仓库里面 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大家啊直接在命令行里边 输入ToggerPro 450-1027-PythonVR 就可以下载了 那么关于吉他Darker相关的知识 大家呢也可以看看目科网 吉他Darker讲师讲的实战课程 进行学习 那么在下一节呢 开始编写 多任务端 App应用数据 抓取系统的代码了 感谢出品的项目标 在这节目标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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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